1992年韓國政府在沒有事先告知的情況下 突然跟我大中華民國斷交 而且還要我們的外交公使人員 在24小時裡面離境 並在48小時以後 直接把原來屬於中華民國的大使館 這類的國產跟土地移交共匪 當成匪共駐韓國的大使館來使用 前陣子又有國家跟我們斷交了 他們頭也不回的跑向了習大大的懷抱 錢錢真的是香啊 不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上一個跟我們斷交的洪都拉斯 聽說是苦不貪眼啊 但這是真的嗎 現在我們的邦交國剩下12個 對一個迫切需要維繫主權的國家來說 失去邦交確實是一件大事 只是好像大家突然就都無感了 40年前當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的時候 台灣人憤恨不平群起激憤 紛紛上街遊行 還有人氣到要燒美國國旗 但放到了今天面對斷交的消息 一般民眾的反應都很淡定 不知道是不是太習慣被斷交 大家也就不再憤慨了 甚至還有人覺得可以省錢 這還挺不錯的啊 畢竟跟我們交往的都是些彼死大的小國 把他們買下來不就完事了嗎 這不禁讓阿牛哥想 那些選擇跟我們斷交的國家們到底有誰呢 他們現在過得好嗎 一個關心前女友的概念 那剩下來的邦交國裡面 又有誰可能被錢給買走呢 那就從跟我們斷交的國家開始說起 那至於為什麼我們會從李登輝時期開始 而不是從聯合國斷交開始講呢 因為中共一直到1980年代開始 才開始展現他的狼子野心 開始大撒幣的積極搶我們外交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第一個在輝哥任內 跟中華民國斷交的是 位於南美洲的烏拉圭 隨後就跟中共建交 不過後續曾經在聯合國大會上 間接表示支持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 不知道是不是突然良心發現 還是有什麼私下交易 烏拉圭的政府原本在 在2018年10月19日起 要給我們免簽證待遇 停留最多90天 但後來維持一陣子以後就暫停了 烏拉圭的說法是 相關的電子系統還沒完成 但也不排除淪陷區介入的可能性 在2020年新冠疫情時 跟其他國家組成福爾摩沙俱樂部 以一人一姓方式 自函世界衛生組織的幹事長譚德塞 呼籲WHO正視中華民國參加 世界衛生體系的必要性跟急迫性 至於烏拉圭現在過得好不好呢 只能說也不算太好 但也不算太快 反而還是拉丁美洲裡面 經濟表現跟民主制度相對亮眼的國家 接下來講第二個在輝哥任內 跟我們分手的是沙烏地阿拉伯 其實沙國一直都是我們在中東的強力戰友 但1980年的時候 因為兩伊戰爭爆發 沙國為求自保 秘密向中共買中程導彈 在匪區強大的政治跟軍事壓力下 我們跟沙國的關係急轉直下 終於在1990年斷交 中東從此成為我們的外交沙漠 諷刺的是 導彈沒有擊垮沙國的樹敵 以色列跟伊朗 反而摧毀了我們跟沙國的邦交 不過雖然斷了邦交 但我大中華民國還是念疾舊情 有派遣部分技術團前往交流 目前沙國還是我們中華民國 在中東的最大貿易夥伴 以及最大的原油供應商 所以你說他們過得好不好呢 都富到流油了你說呢 但會不會戰爭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第三個跟我們斷交的是大韓民國 至於斷交的原因 也被當成我們後來很長一段時間 民間仇寒的主因 1992年韓國政府在沒有事先告知的情況下 突然跟我大中華民國斷交 而且還要我們的外交公使人員 在24小時裡面離境 並在48小時以後 直接把原來屬於中華民國的大使館 這類的國產跟土地移交共匪 當成匪共駐韓國的大使館來使用 還要求旅韓的華僑團 華僑學校停止掛我活活旗 這應該是有史以來跟我們斷交的國家裡面 態度最惡劣的 斷交以後雙方非航斷了12年 一直直到2004年才復航 不過韓國跟中共建交的原因 推測還是經濟上跟政策上的考量 政治方面是講藉著中共對北韓的影響力 牽制北韓南清的野心 雖然南韓跟中共在經濟上沒有直接交流 但經由香港、日本等第三國 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交易了 中共對韓國的纖維 以及電視機等輕工業產品很感興趣 韓國對中共的煤、石油等工業原料也很感興趣 韓國為了改善國內的經濟 跟中共直接交往 進行貿易也是很正常的考量 最後也是因為魚撈、大陸棚的理由 南韓、西閣、黃海跟中共相望 所以雙方有魚撈以及大陸棚開發的利害關係 會產生協商的必要性 可以想見的這些地緣上的理由 讓韓國不得不向中共靠攏 但其實韓國也沒有真的向中共靠攏 1992年斷交 隔年馬上跟我們簽了新關係架構協定 雙方都有在彼此首都設立代表部 實質的性質就跟邦交大使館差不多 在2010年 廣州亞運的跆拳道黑襪事件 引發了有史以來最強烈的反韓 台灣媒體在事件的幾天裡面 持續與大幅的版面報導 實際上有一部分是媒體自導自演的製作劇 為了製造民眾反韓的情緒 那韓國現在過得好不好呢 因為韓國跟我們的產業結構很像 進出口也幾乎相同 在科技產業方面 處於一個既合作 但又競爭的關係 韓國在文化輸出方面不遺餘力 就像什麼韓團 韓劇 又或是韓國的綜藝節目 相信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接下來講非洲南部的賴索托王國 這個國家在1966年脫離英國獨立以後 就跟我們建交 後續更因為旱災的時候 老蔣派人捐了1000公噸的玉米 還派農集團前往福島 因此被舉國上下感謝 更在我大中華民國 要被踢出聯合國的時候 投票聲援中華民國真的是重情重義 但無奈中共的錢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他們轉身就跟中共建交 不久後就發生政變 賴索托軍政府要找中華民國政府 貸款3000萬美元蓋水壩 我們也用重新建交當籌碼來進行談判 於是1990年我們又跟賴索托建交了 隔年還來參加我們的國慶大典 但1994年又因為遣錢的緣故 再度跟我們斷交 我必須收回重情重義的話 那現在賴索托的境況怎樣呢 目前長期的政治動盪不安 再加上醫療環境欠佳 約有49%的人口生活低於國際 貧雄縣的一天1.25美元 接下來講尼日 從1996年開始 因為中共開始積極阻斷外交 但好景不長 1996年尼日發生政變 軍事政權推翻了選舉制度選出來的文人總統 雖然我國有表示會跟後來執政的政府保持關係 但在國際停止對軍事政權提供援助了以後 這個軍事政權又開始把目標找上了中共 比我們兩方誰給的錢多 之後新政府在8月19日跟我們斷交跟中共建交 那尼日現在的狀況呢 只能說是戰亂不斷啊 目前境內還有各國 為了打擊極端主義跟恐怖主義的駐軍 在長期動亂之下 教育環境也很落後 成人市制率只有16.5% 婦女更只有7% 巴哈馬位於美國跟古巴中間的群島 也就是那個盛禪海盜的加勒比海地區 絕大多數的領土都位於世界上最神秘的百慕達三角洲 1989年跟我們建交 1991年還來參加國慶大典 之後在聯合國大會上 各是為了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說了很多好話 但講到我都不想講了 中共的錢太多了 讓他們在1997年投共了 那現在巴哈馬還好嗎 因為當地耕座面積狹小 除了靠漁產品維生以外 最大的經濟收入就是靠觀光跟金融了 但新冠爆發以後 目前各國的觀光業都還在復甦的階段 不過巴哈馬算得上是 中南美洲過得比較好的國家了 接下來是聖露西亞 他也是來自加勒比海的朋友 在1979年從英國獨立 並加入大英國協成為了會員國 1984年跟我們建交 同樣是在1997年受到了中共的銀彈攻擊 跟我們斷交 不過斷交以後 經歷加入WTO以後的農業衝擊 最重要的外銷農產品香蕉 又遭到葉斑並從害 外銷量銳減到最糟只剩10分之一 中共在那推動的農業 只耗費資源生產不傳技術 不給釣竿也不給魚 最後還把你的魚給吃掉 不向中華民國協助轉型 不慘不消 不再依賴單一作物香蕉 而且中共對急需金雲的聖露西亞 做了很多公共建設的承諾 不過後來不是沒做到就是骨頭蛇尾 蓋了很多豆腐渣工程還有爛尾樓 所以就這樣 他在2007年又回來跟我們建交 只是說他們的選擇還是挺聰明的 透過幾年的努力以後 不僅香蕉的夜班並被治好了 還成為唯一能向歐洲出口香蕉的 加勒比海國家 這也是我們雙方能夠持續建交的重要原因 聖露西亞近年的經濟穩定成長 並成功推行了很多經貿政策 也因此成功增加了很多外資投資的機會 跟我們交流也不間斷 雙方都有不少使節往來 他們的總理更喊出 相較於中共的咄咄逼人 他們更願意跟善良的中華民國做朋友 接下來聊聊南非共和國 他跟中華民國都是聯合國成立時的創始會員 所以很自然的就成為了邦交國 但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 兩邊的關係就淡沒了 但後來因為中共支持泛菲主義 也就是要把白人趕出去非洲 不過因為當時南非是白人政府 所以慢慢往中華民國靠攏 一直直到第一位黑人總統 曼德拉上任以後 雙方還維持了三年的邦交 南非才跟中共建交 所以對我們來說 曼德拉算是很夠意思的 曼德拉在1994年當選總統 不過早在1993年 他以非洲民族黨主席的身份訪問台灣 當時我們用高規格接待 輝哥還頒特種大壽錦新勛章 來表彰他的成就 那次訪問他對我們留下了不錯的印象 他曾向當時的外交部長說 你們爭取進入聯合國的最好方式 就是把那些反對你們的人通通邀請到台灣來訪問 第二年南非改朝換代 曼德拉領導的非洲民主黨贏得大選 輝哥親自前往南非 兩人會晤15分鐘 曼德拉不僅擁抱輝哥 還很友善的說 除非中華民國做了對不起南非的事 否則南非不會跟中華民國斷交 其實曼德拉代表的南非民主黨 常年跟中共的關係密切 本來在取得政權以後就要跟中共建交 但因為曼德拉本人跟我們的關係友好 輝哥前往南非出席就職典禮以後 又決定不惜任何代價要保住這個友邦 所以硬是拖了三年南非才跟我們斷交 那至於南非現在過得好不好呢 他是僅次於 奈及利亞的非洲第二大經濟體 南非的基礎建設發展很好 近幾十年來 南非經濟一直保持穩定成長 主要依賴製造業、服務業跟金融業 接下來講 跟我們來回建交又斷交 總共三次的中非共和國 1960年中非共和國獨立以後 就成為國共雙方拉攏的對象 他跟我大中華民國在1962年建交成功 但兩年後就改投中共懷抱 隔年普卡薩將軍政變上台以後 在有非洲先生稱號的 中華民國外交官楊希昆運作之下 1968年5月又再度恢復邦交 為了鞏固普哥善變的心 1970年雙十國慶前夕 就邀請普哥參加慶典 以高規格的國宴來款待 謝候了一位長髮及腰的 十八年華少女林小姐 並口頭邀請到非洲觀光訪問 回國以後 普哥對她是念念不忘啊 於是林小姐就以清善大使的名義 預定在五月回訪普哥 清善大使林小姐 抵達中非共和國沒多久 就嫁給了普哥 變成了外交合番的劇情 也引起不小的樂意 但歷史都在在證明 和親外交不長久 所以他們在1976年 又跟我們斷交了 又說是林小姐回台灣所導致的 但這也都當八卦聽聽就好 1991年中非又想跟我們好上了 這對我們也不太虧 於是我們又建交了 但中共威脅利誘不斷 中非政府希望以外交關係 換取巨額的財政援助 而從了中共的要脅利誘 決定中止兩國的外交關係 並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 那他們現在過得怎麼樣呢 中非是世界最低度開發的國家之一 經濟以農業為主 從獨立以來 政府一直依賴外國援助 在2022年的時候 還接受比特幣當成法幣 一時之間成為洗錢天堂 之後就不用我說了吧 幾內亞比索位於西非 他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 就跟中共建交 但發現好像有一個國家 同一時期正在四處派農技團 醫療團幫助非洲各國 於是想盡辦法打聽 最後發現是我 大中華民國的務實外交啊 為了國內產業的發展 在1990年跟我們建交 跟中共斷交 1998年初 他們陷入了政治動亂 隨後又陷入了內戰 當時外交部還沒發現 邦交國出現異狀 他們的總統夫人 甚至還在台灣訪問 但卻敢在斷交前一天回國 我們在4月24日斷交 當時外交部長胡志強表示 幾內亞比索的總理 在2月份訪問台灣的時候 提出一筆巨額的金援 但沒有獲得我們的答應 應該是找到其他途徑了 其實如果他們的國內政局不穩定 對外援助的需求就會提高 用來鞏固政治跟軍事實力 所以很容易就在我們 跟中共之間打轉就是了 那他們現在過得還好嗎? 人說因為內戰連連 經濟跟基礎建設都因為內戰 幾乎被破壞殆盡了 為了讓國家繼續撐下去 只好四處跟其他國家借錢 根據統計 他們至少欠了其他國家16億美元 這個數字還在不斷上升中 最後一個在輝哥日內 跟我們斷交的國家就是東嘉了 東嘉王國位於太平洋外海的諸島 在1970年獨立 在1972年跟我大中華民國建交 不過不出意外的話就要出意外了 1997年國王杜鮑四世 第八次訪問台灣 過程中雖然說要支持我們 強化兩國之間的關係 而一切的基礎就是追求自由跟民主 維護國際正義跟和平 不過雖然國王還有他最大的兒子 都支持我們 但唯一的女兒經營的衛星事業 則需要中共的支持 中共的條件就是要跟我們斷交 為了衛星事業 只好對中共言聽寄從 1998年12月2日 杜鮑四世決定跟中共建交 總理跟外交部長 也就是國王的大兒子辭職 以示抗議國王的決定 表示對我們的支持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目前東嘉王國的經濟狀況 基本上是自給自足 但是在2022年年底 因為海底火山爆發的關係 導致居民賴以為生的漁業 暫時無法捕魚 也因此向國際尋求援助 好了上面就是在 徽哥任內跟我們斷交的國家們了 徽哥的務實外交 不能說沒有用 但是碰到了中共的銀彈 這些國家基本上就是轉向了 但很多國家回頭發現 其實過去我大中華民國派出的 農技團跟醫療團 遠比這些更實用 又回頭跟我們打好關係 只能說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 只有利益才是 時間的關係 我們只能介紹 徽哥任內跟我們斷交的國家們 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再介紹 馬英九、陳水扁 還有蔡英文任內 跟我們斷交的國家們吧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下訂閱 並且分享出去 如果有能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是按下超級感謝啊 另外我們的DC群已經開放了 歡迎大家一起進來聊天就是了 我的選起筆記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